大家好 我身后这些杂木素材 都是我们流氧起来 准备做骨架的一些小品 二十多年前我们做过一遍修剪 现在枝条已经发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把一些 不要的芽点 不要的小枝条给去掉 以免它过多的吸收树的养分 我们简单操作一棵 杂木类的小品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芽点比较多 很多地方我们剪完之后 它会冒很多的芽子 我们这一遍修剪 主要目的就是剃芽 把不要的芽给去掉 这个工作在修剪完 十天左右做是最好的 我们已经稍微晚了一点 因为事情比较多 杂木棚每经过一次修剪 之后就要做一遍剃芽 像这一类的一个小品 从第一次的剪定 素材上盆 到培育这个一级枝 二级枝 去除骨架 每一次的修剪过后 都要经过一次剥芽 每一 多一道工序 它的工作量 都会成倍的往上增加 所以成熟度高的盆景 它的价格 确实会比较高 这个三角风 从培育到现在 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 以它成型 最起码还需要两年的时间 让它的股价 日渐丰满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盆景的朋友 别忘了关注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